读成你神的解释 所以,如果你指令,你是指我呢? 如果说,你执着吝惜你的那一种能推的心 你认为那是你的心 那个希望向的想象,你认为是你的心 那只是你的分别心啊 在哪里,觉惯,觉惯,心意叫做熏思 就是白法里面,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的熏思 初念叫做觉,就是熏 细念叫做惯,就是思 就是能分别了 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 就是属于心所法 现在你在执着吝惜你的能觉能患的这个心 你以为你是能了之 佛说,那不是你的真能了之 你真能了之的这个见分啊 你还没有体会到 因为见分没有这个想象的像 现在你认为能推的实际上是所了之 所了之就是那个成瘾 六成的影子 我们现在心里会作用的动的念头都是六成的影子啊 都是所推的,不是能推的 能推是无形无相的啊 比如说你现在想到你的家 一想到你的家 那你你的家的情况不在你的心完全显现出来吗 有他心动的人就能看到你你现在在想家 为什么?你的心里面有个家 所以你凡是动念 凡是有所想 都会有个影子 所以前面叫做希望的想 希望的想象的那个影子 你认为是你的心 这是错误的 这不是能了之 是所了之 关于这个道理啊 浪言文句 浪一大师的浪言文句里面解释的最清楚 太虚大师的社论跟研究里面呢 他深深赞叹这个文句 浪一大师的文句里面这一段的解释 他说如果不是深入为师的境界的这个高僧 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这里 所以古代很多主节对这个话都解错了 都不正确 这是完全是所了之 绝对不是能了之 所以太虚大师赞叹文句说 如果不是深入复乏的为师之境 没有办法说通这个道理 你把这个所了之必为心者 必定执着是你的心 我呢 你把这个所了之心 执着认为是你的心啊 我跟你说 此心既应立足一切是相畏处 诸称师爷 别有全心 如果是你的真心 要离开六成境 所有的动作 另外有个新的存在 那才是你的真的心 那才是你的真的心 现在没有啊 你离不开这个六成 所以说此心 如果是你的心 啊 即应当 随时能够离开一切 眼睛 眼根所对的射程 耳根所对的声 包含在里面 鼻子所对的香 射头所对的味 身体所对的处 这个前五成的境界 六 五根对五成的境界 跟内心里面的法成 诸称师爷 啊 这些六成境 是指六成的思想 也指你心里所想象的动作 啊 离开这些六成境之外 另外有完全一个全新性存在 别有全新 离开六成之外 另外有你的完全的真心理性存在 那才是你的心 啊 我们自己可以回头想想 啊 还没有睡着之前 眼睛闭下来 观观自己 观察自己的心 离开六成境之外 你的心在哪里 离开六成境 摄像卫书法 离开六成境之外 你的心在哪里 如果另外有个完全的体性存在 那才是你的心 可是现在我能所知道的 只有六成境 若如 如你今者 诚听我法 此则因生而又分辨 他这个摄像卫书里面 没有说生 就在这里表达出来 例如现在你在这里听我讲的吗 啊 你在秉承佛所说的法 你在听我 佛自成 你在听我说吧 可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完全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啊 啊 出动了你的耳根 而你的同时意识生起分辨 分辨哦 现在佛说的法 说的法 讲的是什么 你在分辨啊 明白这个道理 你现在哪里有离开六成境啊 离开六成境 你的心根本不可得 那么因此之孤啊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找出你的真心来 那才是真的 你现在执着的完全不实 啊 那么接下去的这个道理呀 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啊 啊 啊